表属老祖祭祭祭 江爱允传 每年澎湖老佛祖圣诞日 行天宫都会举办发明记住的活动 我们这些做求职 今年40年 今年41年 跟我们的家庭这样做 请大家如果无险 就来帮帮忙 来这里祭祭 有来年祝感谢 大家平安 慈善活动一半就超过40年 安乐区区长 市长秘书 市议员情侦办公室主任 家人旅里长 以及住在附近的市议员吴华佳 都亲自到场支持 加入慈善行列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地住在 我们老胡作为处兵 所以很多的居民 还有低收入户 弱势长期都被协助 就非常感恩说 就是除了庙宇有信众的 这个信仰的支持之外 那也有很多善心人士 大家愿意一起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同样感谢醒天宫的 还有当地家人里里长王贵美 醒天宫在我们家人里 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 每一年都有做这个 求职这个辛苦人的活动 帮忙我们家人里 很多活动 是我们家人里 一个很好的幼儿 希望大家可以来醒天宫 参与 安乐区区长特别到场 感谢醒天宫提供最接地气的关怀 每年的农历六月九号 是我们澎湖处老佛祖的 圣诞千秋的日子 那每次我们都趁着这个时候 张修萌公主都会在 这一次办善行的一举的活动 那在此代表区公所 代表感谢之意 那也祈求国泰民安风调余顺 合进均安 醒天宫感谢所有盛心人士的 帮忙与协助 今年还加码物资 散发暖暖的温情 祝福大众一切平安 在诵经祈安法会上 善男信女前程礼拜 恭祝基隆醒天宫 彭湖措老佛祖圣诞快乐 醒天宫欢迎民众请来礼拜佛祖 一起加入慈善行列 让善的力量循环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翻译 好